哈喽,大家好 哇哦,这里有一个餐厅 这是食漏动物的路口 这是食草动物的路口 哇哦,好多动物啊 现在是晚餐时间 谁肚子饿了呢 我,我 啊,那是谁 哦哦,我找错了 嗨,小朋友们,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画的是三角龙 三角龙最著名的特征呀 是它的脚和劲盾 三角龙的口鼻部鼻孔上方有一根脚状物 超过80公分 它们的头盾超过1.5米 头颅后方则是相对短的五致头盾 就差不多了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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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小朋友们 杨栋梁 相信大家都看过 那你可要小心哦 因为霸王龙 最引人之后 杨栋梁 再有就是他的小手了 作为体型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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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为体型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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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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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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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栋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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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的身体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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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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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古生物学家而言 迅猛龙也是极其重要的恐龙 目前已经发现超过十种迅猛龙的化石 是雌龙科中数量最多的 而其中一个著名的标本 则保存了与圆角龙缠道中的景象 为什么呢?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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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